新鮮流行多一点 烦恼压力少一点 健康有机再多一点 职场干苦 推开一点 生活、资讯、流行、文化 一次到位 上载咯 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尾 每个礼拜四的10点到11点 我们正点CEO的单元 会邀请到各行各业的CEO 来跟我们聊聊他创业的故事 今天我们很开心 访问到了是赫里亚手工沙发的执行长 Josh胡宇俊 执行长好 你好 苏菲姐你好 我是赫里亚的Josh 好 我们在直播当中 可以看到执行长 他非常帅气的脸庞 我刚一看到执行长觉得 哇执行长是打篮球了吧 190公分 对 刚好 刚好190公分 帅气的脸庞 然后也是自己创业 你这个品牌已经多久的时间了 赫里亚这个品牌目前是第9年 第9年 快要迈入第10年了 没错 这个10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先请教一下这个Josh执行长 就是说你怎么踏入这个沙发的产业的 其实我们是家族事业 我父亲从事沙发这个产业大概三四几年 那当初因为我觉得我们家的沙发品质非常良好 想要把这件事情发扬广大 就这么简单一件事情 想要让消费者更认识我们 所以我才从银行业离开 然后回到家居业这样子 所以你本来是在银行业 对本来在银行业 但是你从小耳濡目染看到父亲的工作 你对沙发其实也有一定的喜好跟认识 沙发之于你来说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沙发之于而言 因为它占客厅的比例其实非常大 我觉得它整个就是一个家的感觉 因为家中比例就是客厅最重要 那客厅的最重要的又是沙发 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带给家一个温度 而且沙发的样式 它的质感或它的设计 的确会左右整个家庭的风格 对没错 整个感觉都会不一样 好创业九年多的时间 像你们的这个企业经营理念 大概是什么 我们其实还是以诚为本 就是以诚实为出发 我们希望塑造一个环境 就是大家来赫里亚跳沙发 不用再担心说什么销售话术 或是品质不良 透光减亮的问题 就来赫里亚其实可以就是放心的试作 然后挑选到你喜欢的沙发 就可以了对 当初这个赫里亚的品牌名称是怎么样去设计 其实就是我自己想的 自己设计 因为我们是我是做品牌转型 对 然后我们希望有一点欧洲欧式那种 永兰生活风格 所以就是会取向比较偏向这一点的名字 了解 好所以一个品牌走了九年的时间 然后在这个期间 其实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环境的变化 或者说前三年有疫情的变化 那像你们在沙发产业当中 怎么样去做出这个差异性 差异性的话 因为我们其实是赫里亚手工定制沙发 那我们提供给消费者高自由度的客制范围 不管是沙发尺寸 颜色面料 甚至软硬度都可以因应每个客厅 去克制到不同的需求 那我们也是少数就是 自有工厂生产几乎百分之百 那我们也不委外代工 那这样好处是说 我从源头的设计到制造 销售品检到配送 我都可以严格把关 让每位消费者可以拿到最好品质的沙发 所以这个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 他的主动性就很强 他就是可以自己 从源头开始跟你们讨论说 他要什么样子的风格 需要什么样的材质 他们家里的人口 或他们家里有没有养宠物 是 哦 对对对 那这样要花多久时间啊 也是说 大概是讨论啊 然后到这个最后 成品沙发搬到家里来这样子 哦我们制作其实一个月 但是每位消费者来现场啊 因为他都要体验嘛 他制作 然后跟我们讨论这些客制的范围 大概两个小时 差不多吧 哦 对对对 那如果说他完全没有想法呢 他完全没有想法走进去你们的这个门市 然后就觉得 哎呦这个也好 这个也不错哦 我想这个那你们会给他什么建议 我们基本上还是一进门的话都会引导他 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买沙发的机会不是很多 对 大部分人其实也不太会跳沙发 是 所以我们还是会给大家一个引导 就是说 我们不是像以前家具航 或是你网络上看看这样跳跳 会引导他说 你应该去看你家的风格 你家的尺寸 你想要做到这样的环境 然后去引导每位客人挑到他自己喜欢的 然后客制到他自己合适的 嗯 嗯 了解因为后来啊我发现说这个沙发哦 的确就是在家中是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 再加上他可以行宿整个家的风格 所以这个沙发到底是你要重看还是重用 其实每个家里不一样哎 对 这也是每个人对家的想象的不一样 但我还是老话一句就是小朋友才做选择 哈哈哈哈 我们这都要啊 对啊 我们都要 对啊 就是他可以重看又重用 对啊对啊 没错 这才是一个沙发的意义嘛 对 例如说我就想到我们这个阿公阿嬷家的那个沙发 他都是那种木头的 嗯 然后其实做起来很硬 是 嗯 嗯然后就是呃一代一代下来可能你们家呃不同的世代经历的沙发都不一样 但是的确到我们这个是在我们真的开始会去想说我到底要的是一个什么感觉的沙发我需要他多舒服我需要他能够躺我需要他有多大哦然后你们家有多少人或是他可能就习惯躺在沙发上睡觉他沙发可能又稍微又必须要比较大对因为跟使用习惯跟呃你的坐姿的不同 对每个人的喜欢的方向也都不太一样是是是是嗯那像赫里亚手工沙发呃你们一般呃消费者对于你们的印象因为手工沙发嘛所以呃就开始可以自己去想像你需要什么样的沙发那你们大概在市场的定位你自己的定位怎么样呃把那个赫里亚定位成你自己所想象所期待的呃因为其实我们多年来我们只专注于沙发工艺嗯我们几乎是只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嗯所以也跟一般 但家具亚不太一样因为家具亚可能他还会卖很多的茶几啊餐桌菜那我们就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到最好那我自己的定位就是觉得嗯我们赫里亚这品牌就是一间具有专业制造能力而且有独立开发设计能力的品牌嗯嗯而且工厂是在在泰山泰山哦所以也是在台湾啦对不对是是没错哦所以这等于是从设计源头一直到制成都是在台湾呃设计制造对 所以一般人就会非常放心了是是是至少都看得到对至少都看得到嗯因为妹妹你台湾其实现在也是一种一种品牌跟一种呃品质的保证啦对所以成本会比较高哦是对啊因为工厂在台湾真的对人工的成本啊然后租厂房的成本等等是是是是OK好所以呃一般来说会去定制这种手工沙发年龄层大概是几岁啊 大概是二十五到四十五岁那尤其是那种新婚的小夫妻是然后想要生活品质好一点点的嗯嗯大概就是会来我们这边的客人是嗯然后其实也是可以呃让家里的长辈好知道说他不用屈臼沙发可以让沙发去让你觉得舒服对不对对没错因为我后来发现很多长辈他根本沙发是不知道是嗯可能有时候是摆着或者说他也不一定舒服所以他会增加 很多的例如说让他舒服的工具例如说椅垫啦对对对或者是靠背啦等等是但他可能本身觉得这沙发本来就没有很舒服可他也不想去改变他哈哈对对对对对对但现在这个是在你刚刚讲的二几岁到四几岁甚至五十岁其实我们就开始知道说不要去去就在家里呃就是这么重要的一个家具是是是哦应该要更能够符合我们的需求啦对其实啊他是跟就是年代的 演变有关系嗯因为以前可能生活比较困苦他就是摆一个木头的沙发用的久就好了嗯嗯嗯那我我也没办法管他好不好做嗯嗯那现在大家就会更追求生活品质就是我要寄美观然后又漂亮所以你以前那种木头沙发在我的心中我觉得他不是沙发那是一把椅子哦对对对对哎对哎那个是椅子哦对对对哦椅子跟沙发的概念又不一样对对对没错沙发应该就是让你觉得哇躺上去会很舒服然后坐着你可以在上面 在上面阅读可以在那边看电视然后家人聊天的一个非常棒的场域对没错没错OK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来请教这个胡语俊指引长啊就是说他们赫里亚的手工沙发他到底可以提供我们什么样风格然后我们要怎么调好等一下回来继续访问哦马上回来最有料最新奇最够位的观点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欢迎回到POP最正点好我们今天访问到了 正点CEO是赫里亚手工沙发的执行长Josh胡语俊执行长非常年轻帅气的执行长在手工沙发领域也已经十年的时间了自创品牌其实真的蛮辛苦的对不对蛮辛苦的那在疫情间受到影响吗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是实体产业那因为我们产业特性也比较特别我们很难说完全的电商化 家具这种东西大家还是希望到现场亲自试做然后摸到这样子所以其实影响蛮大的那我们能做的也有限我就是只能想说在疫情这段时间我们好好准备自己充实自己然后让自己的品牌质量跟提升不管是我们的制造效率啊或是消费者体验各方面都准备好那来为疫情后做准备这样子所以手工沙发像赫里亚手工沙发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到实体去试做吗对没错一定要 因为试做体验才会知道你喜欢哪一种对那像你们的风格风格的沙发大概有哪几种就是顾客可以选择的大方向有什么以大方向来说我们我们家的沙发比较偏意识简约的风格那因为我们的沙发是可以客制的所以像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些北欧风啊无音风甚至最新的差级风其实都可以透过客制来达到这些不同风格的呈现 哦那像呃他他如果想要某一种从杂志上面看到的某一种风格的也可以跟设计师讨论对不对对这部分也是可以讨论但我们大部分是固定版型就是以我们的版型为主嗯对那也有一类是他是拿图片就是直接用图片去复刻那这部分我们比较少做了解了解好那一般来说就是呃会依照他们家的呃装潢来给他建议吗对装潢那是 外观的建议对那我们还是最注重的是消费者的体验你自己坐起来要舒服因为沙发是你每天很长时间要相处的一个家具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如果美观跟嗯舒适我们还是会舒适为低以舒适为主对跟一般人哦对于坐就是有地方坐就好了好像没有去感受很深对那一般来讲让他觉得舒服的沙发大概我们要注意哪一些感受呃主要还是 是背部跟投靠的支撑所以像我们家的沙发虽然是意识检约风那你看很多国外沙发都是很低背的对他就是很漂亮对那其实因为呃那是欧美人的生活习惯嗯因为欧美人他有一个起居室对那跟客厅是分开的嗯那我们台湾就是客厅就是有客厅没有在起居室嗯我们会在那边看电视所以我颈部的支撑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家沙发大部分都是属于高背沙发嗯那你的颈部腰部都是有支撑性的嗯是了解 哦所以这个也是跟欧美的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对呃往往我们以前如果说在买沙发我们看到图片上上面的样子跟真正实际搬来的样子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怎么跟想象的不太一样对嗯呃除了外观跟想象不太一样你使用起来也会越想越不一样哦对对因为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做的是你啊你使用的是你你会觉得哎怎么想的 跟做的感觉不一样所以还是建议到实体去看一看对没错嗯OK好那一般来说就是说如果说呃呃呃一家人如果一家四口那呃呃他们对于这个风格的想象或要求就就各自有一些不同的话啦嗯嗯那你们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啊 这其实蛮常发生的因为对因为家人大家的意见都不太一样对对我大致上还是会引导说哎这个客厅跟这一座沙发谁的使用 期间比较长哦那可能就是以他的意见为仪归是会比较好一点频率啦对对对对对那因为实际上你本身这么高哦是190公分你的沙发是要特制吗 我的沙发要稍微特制一下像我的呃呃我们的坐深我可能就需要深一点的沙发或是就要挑那种有功能性的沙发我是可以呃自由调整我沙发深度的这样才有办法符合我的身材对因为就是可能如果说他们家的身型就特别高或他们家的身型比较娇小对可能就不是一般那种呃比较制式的size了对其实最最最最难挑的就是呃夫妻身高落差很大 那真的就是就是以谁为主的问题因为没有一款沙发可以同时符合两种身型的哦对对对对对所以你们应该看过各种各样的顾客哦家庭的组成都不太一样哦对好那呃呃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们的顾客大部分的呃类型可能就是新婚的很多哦新婚他们要呃营造自己家庭的气氛可能就会呃呃去呃呃看看是不是有什么样子的手工沙发很适合他们家的装潢等等那呃有什么样子的手工沙发很适合他们家的装潢等等 有没有比较比较遇到哪一类客户是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他可能有很多的要求或想象哦但是又不太符合实际有类似这样状况吗哦这种重状况是蛮多的因为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大家对其实对沙发已经没有概念了对客制化更没有概念哦哦哦哦那他们常常可能会提出一些很矛盾的选项哦 他同时要A跟B的存在那其实他有些事情是矛盾的哦我们就需要去再跟他做进一步的沟通哦对对对例如那如果说我现在走进你们的这个门室然后我就说啊我想要选呃一套手工沙发然后符合我们家的需求或是装潢啊等等之类的那开始我们就要先躺嘛对不对对我现在先做啦是需要先做先做先做之后然后大概流程是什么呃应该是我我们的建议一般是先跳外观哦哦哦对对 还是要先挑有有演员的一点的嘛哦跟你喜欢这个这个风格是这个造型外观你喜欢之后你再去试做哦哦OK那试做到你喜欢的沙发之后我们再来讨论说那你家客厅多大你尺寸要做多大嗯那你要用皮的吗嗯布的吗嗯还是像流行的猫抓布吗你的面料要用哪一种对那你坐垫的软硬度要调整吗会不会太硬会不会太软嗯那我们再来讨论后面这些细节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那像台湾的天后啊你比较建议用什么样 材质的啊其实现在以我们的客群是使用布沙发会比皮沙发再多一点点哦嗯年轻人现在喜欢布沙发会觉得皮沙发比较年轻是不是对他们就是觉得那个呈现上的感觉感觉皮沙发对会稍微年长一点的感觉哦但是还是看人对那是要看人对对对对对没错那布沙发他的选择有什么呢布沙发选择很多就很多那些现在的科技越来越进步嗯 像我们一般的布沙发他的耐磨气疏啊色劳度啊这种东西都已经做得很好了哦所以一般布料的亚麻布啊棉麻布啊或是两杆布啊这种其实都可以选那特别一点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些包抓布系列的哦特殊机能的是也可以提供给他们选择因为台湾的这个呃机能布做得非常的好我知道嗯嗯嗯应该说机能布我们是用进口的哦哦比较多是哦其实台湾 嗯嗯做布的不多做沙发布的不多哦对做沙发布它是属于家室部的一种哦了解对但是我知道做服饰的很多对服饰的机能布很多但是服饰机能布跟沙发布又不一样对对我这也是我当初觉得很好奇的地方就台湾的对我也知道台湾的布料很强很多那种特殊的球衣啊对都是都是台湾的工厂制作对但是家室部系列其实就真的比较就不一样了对就不同的领域 因为他们要求的东西就不一样哇这真的是好深奥哦哦都是都是智慧所以一般来讲我们要挑选这个呃沙发的植料有布的选择然后也有呃皮的选择那布的选择一般来说他也是要去触摸看看哪一种布的材质是自己喜欢的吗没错呃说一下讲到重点就是布的触感是最重要的哦很多人他会呃困在颜色啊对对我就一定要那个颜色 但是每一款布料的颜色不太一样哦所以像我在引导客人在选择的时候我一定是先你先摸因为这是你每天都要摸的嗯嗯你不能因为颜色去选择一款你不喜欢的触感嗯所以我们还是会以触感为优先嗯嗯以触感优先对然后接下来再来决定说那个颜色对是不是符合你们家所需要的装潢设计等等是是OK那像我知道你们这个猫抓布啊是猫抓布是你们很大的强项 对对因为它也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或是客人有需求的哦那因为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种的选择有猫抓布啊猫抓皮啊那其实猫抓皮在我们决定它它是水塑胶皮哦而且它其实没有什么防猫抓功能它是我觉得它是假象哦对真的猫抓布的话我觉得还是进口的猫抓布会比较优良一点因为它的概念是如果有羊宠物的人对对对有羊宠物尤其有羊毛的人嗯 其实猫抓布的概念不是说啊这个布多厉害猫抓不破嗯它是让猫不喜欢抓 让猫不喜欢抓哦对对因为它是逆向的哦所以它是应该叫猫不爱抓布 比较像是这个概念哦哦主动防护我不让它不喜欢抓它就不会破因为基本上不太有布可以完全防猫抓的 原来是这样子哦对对对它的概念是这样子所以一般家里有养宠物的像养猫的话对它就可以用猫抓布对对而不是猫抓皮对对 因为人家讲到猫抓皮执行长会蛮介意的哦猫抓布不是猫抓皮对对因为我们很久之前我们就不用猫抓皮这种东西因为我们一开始我们也有用啊就觉得这东西蛮厉害对就发觉这不是啊这根本就没有没有这些功能那其实就不太对了解所以你们给人家选择就是有皮的然后有布的然后也有猫抓布的对所以猫抓布做起来跟布沙发嗯 材质什么比较像呃它其实是有点绒布感的感觉哦一点点的绒布感因为它的它除了防猫抓功能之外它还有抗污的功能什么叫抗污的功能就是你今天哦不小心饮料打饭红酒咖啡猫尿小孩子吐这种大家最怕的东西哦它是清得掉它清得掉那为什么它不会剩下去哦它不会剩下去哦 就它的防波水性做特别强之外哦为什么它清得掉就是做在它的那个毛上面所以是国外的基础真的蛮厉害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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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這個也是蠻受消費者的喜歡的 對 因為休息現在貓奴真的超級多 太多了喔 超級多 對 哇 那貓抓布 一般來講就是貓抓布 它會讓貓不想去抓 它是因為它那個材質 是貓不喜歡的是不是 對 它是滑滑的 那種 像剛剛說的絨布感 有一點滑滑的觸感 那如果你是牙麻 像一般品質布 它是有指紋的那種 對 它就可以把 對 它就會被勾起來 開始勾紗 它一被勾到 它就會開始源源不絕的抓 喔 對 對 但是它對於絨毛的這一種 它就開始有點抗拒性 對 就沒有 那它會不會不抓沙發 去抓別的地方啊 沙發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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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因為一般 以前大家會說 沒關係啊 我不一定要挑到貓抓布 反正我放貓抓板就好了 是 喔 對 那我就說 沙發是比貓抓板 更有快感的東西 因為沙發的體積很大 對對對 而且是家裡的門面啊 你一進去就看到這個沙發 如果破破了 像我有朋友 就是家裡是養了三隻貓 他們家的沙發 他基本上就放棄了 因為我應該要介紹他 有種貓抓布 他幾乎就整個放棄了欸 他想說 好 破吧 破吧 你就讓他破到徹底吧 所以 所以後來我就說 欸你們這沙發真的不要壞 他說 反正再壞也是被抓破 就這樣子吧 就讓他呈現這種狀態吧 其實他可以選貓抓布 對 他應該要來瞭解一下 像有更新的材質 可以給他選擇這樣子 ok ok 好 所以 呃真的是以時俱進啊 我覺得這些材質啊 還有這些布料等等喔 在現在這個時代 很多人開始養了 這個貓貓狗狗 然後他開始 呃對於這個家庭環境 或是他的生活品質 他有很大的要求 那我覺得選一套 適合家裡的沙發喔 可以讓家裡煥然一新喔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 赫莉雅手工沙發的執行長 胡宇俊執行長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正點CEO的單元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 赫莉雅手工沙發的執行長 Josh胡宇俊 來跟我們分享 他的創業之路 這個要創立一個品牌 是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中間又經歷過了 疫情三年 但是沒關係 都挺過來了 這個2023年 就是一個大噴發的一個年份啦 那對於很多的民眾 他們在挑選沙發 他其實剛才這個執行長 也跟我們講一些 挑選沙發的 可能可以注意的細節 那還有沒有什麼 挑選沙發要注意的事項呢 主要我覺得還是尺寸 對 因為大家其實對尺寸 沒有什麼概念 你自己要對你的客廳 跟你家裡的人數需求 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然後再來才是你的面料 剛剛我們有聊到嘛 就是你是要牛逼的還是布的 還是一些特殊的機能布 那因為這會左右到你每天生活中 都會遇到的事情 你這方面要幫我確認 那再來就是你的使用習慣 對你是會在沙發上看書嗎 在沙發上用電腦嗎 在沙發上睡覺嗎 你的使用習慣是什麼 這個也是一併把我們考量進去 是 對大概大概這幾天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裝潢的風格 尤其是新家啦 如果你是舊換新啊 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如果新家會有設計師 一起參與討論 那就是再跟設計師討論 你家想要呈現的風格 那風格就包含你的沙發的類型 也是屬於風格嘛 那你沙發的顏色配色 你的地板 你的牆壁 你的窗簾 你想要你的電視櫃 要怎麼跟沙發搭配 但是一般我還是建議是 如果顏色的話 我們還是以沙發為優先 因為它還是在一個客廳 大概三分之一的面積 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沙發 你先決定沙發的顏色 就是你客廳的顏色 其他都是搭配性的 是 比較少遇 現在比較少遇到 以前比較常遇到 是他先決定了 地板的顏色 沙發牆的顏色 跟窗簾的顏色 最後才來決定沙發的顏色 這時候就會比較難一點 這時候就會有點困難了 就會困難 對就會困難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 設定沙發顏色之後 再來決定其他的裝潢 對 這個方式會比較好一點 那我知道沙發有什麼 三二的啦 有什麼什麼 摸字型有什麼的 很多種啦 是 那大概要怎麼選啊 蘇維姐提到的是 規格組合 是規格組合 這也可以講到說 以前我們是因為 批發嘛 對 成就以前我們的 批發工廠 我們都是做規格品 就是一二三 三二一 所以以前你們去家居 買沙發 你們沒得選 對 就是二就是二 三就是三 它都是公規尺寸 那演變到我們現在 這一代的話 因為有客製化的需求 那加上現在的 房型跟客廳也比較小 其實能夠把一二三的 客廳跟家庭 已經不多了 因為它需要非常大的空間 一二三對 它需要大空間 非常大的空間 那二三也會有人擺 但是比較少 也是因為空間的問題 像一般客人 如果想要擺二三的沙發 我們會建議他說 你要不要考慮一下改成L型 因為它是排列組合的問題 你二三排起來 它有個對角 那那個對角 是有一個浪費的空間 跟兩隻扶手 那我們會希望 他要不要考慮L型 然後把那個轉角收掉 那這樣明明一個很大的客廳 你不要把它塞得很擁擠 是 給它留一點白 對 給它留一點白 L型這樣子的話 你會讓你的客廳的空間 更開闊更舒服 但是我常常會遇到 客人跟我說 可是二三可以做五個人 因為它是二加三 對對對 你們L型 他會覺得說 L好像就是變四個是不是 四個還算比較正確概念 一般因為我們L型 是三個位置 第三個位置 做L 有些人說 這樣不是只能做三個人嗎 對不對 那其實這不對概念 因為是跟尺寸有關係 就是以我們一般L型 正常200到300公分的尺寸 它其實就是像說 就說它是四人座 那我們為什麼是三個位置 就是我剛剛說 我們是比較偏意識風格的沙發 我們的一個位置都做比較大 那是讓整個沙發的比例再更好看 再更大一點 對對對 所以它基本上可以做到四個人了 那你的L型邊邊邊再做一個人 其實人數上使用上其實也差不多啦 對對對 對對對 那也有家裡可能就只擺一個 一 那也有家裡可能就擺一個 那也有家裡可能就只擺一個 一 就是 這種我們叫L型 那機動性就更高 就是自己可以排列啦 對對自己可以排列 自己可以看要怎麼換一下啦 然後或是依照 有客人來家裡 你也可以稍微調一下 對主要就是有客人來家裡這個問題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我貴妃太棒了 我每天可以躺在那邊很舒服很開心 可是客人來就是尷尬 因為你那個位置不太能坐 對 你就只能坐到另外兩格的位置 所以一般會考慮 那你要改成是一字型家長教育 讓你的使用的排列組合方式更多 是 但也有些是沙發會配單人椅 哦對 哦 蘇惟姐好專業 但是單人椅就要 就要到別的地方找了嗎 還是你們也有也有搭配啊 我們也有搭配 對但是款式比較有先知 我們還是以主沙發為主 那像剛蘇惟姐提的 就是現在也是過來很流行的配法 但它就是一個L型 然後再去配一張單椅 以前會說一二三那張 我們叫主人椅 那其實現在不是配主人椅 是配一張單椅 然後不同款式 不同風格 對 不同顏色 它就可以混搭 混搭 對 讓你的客廳更豐富 是 對 所以一個 一個沙發在這個整個家當中 它具一個非常重要的地位 它可以引領著你們家的氣氛 就是說沙發的顏色樣式 它可能就會讓你家是呈現一種比較暖色系 或者比較冷色系 或者有什麼工業風 或比較個性風 對 一整個家 我有一個朋友哦 他一整個家都是霧氣罵黑的哦 他整個家工業風 哇真的很黑哦 沙發也是黑的 但還蠻有風格的啦 然後再有一些那個 例如說燈飾啊 比較有個性的啊 這個家裡就很像是 可能在拍什麼MV 什麼之類的感覺 對對對 嗯 那像你自己比較喜歡什麼風格的啊 我自己的話其實也是簡約 嗯 對 簡約的風格 簡單的線條 嗯 然後顏色的話 偏暖色系 嗯 一點 我覺得家裡還是 要溫暖的感覺 溫暖一點 比較好 對 那太有個性的可能就不 不太不是我的風格 是是 但是你們就是可以讓大家 因應著自己想要什麼風格 而去做客製化的選擇啦 是是是 嗯嗯嗯 那像剛剛有提到說在疫情三年間哦 呃 度過了這個三年 比較辛苦的哦 因為變成說大家沒有辦法去實體 去呃 試做啦 啊 然後去呃 比較近距離的接觸 那呃 今年算是一個要噴發的年了 好 你怎麼帶領你的同仁這個逆勢成長 逆勢成長 嗯 OK 除了剛剛說的 我就趁疫情這段時間好好的準備自己之外 嗯 我們今年也是嘗試的新產品 就是手工闖墊 嗯 那希望 透過不同的產品組合 嗯 然後我們疫情後有更多的成長動能這樣子 嗯嗯 手工闖墊 對 嗯 那我們呃 推出一款新的手工闖墊就是量感 然後獨立桶 然後有九層的結構 因為我只有一款啊 我們主要還是沙發 哦 我就幾乎把我最好的材料全部都放在這款上面 這樣子 哦 了解了解 哦 好 所以對於你們來說你們的核心價值是非常清楚 因為你們呃 以手工沙發為主 哦 然後你們沒有做很多其他像什麼家具店在賣的各種各樣的東西 嗯 你就非常的focus在這上面 那像呃 一般的民眾接受度 像你們已經快要十年的時間 十年前跟現在 接受度有什麼樣改變嗎 有改變 嗯 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會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嗯 以前可能就是 大家長輩說什麼就跟著 跟著做什麼 或是設計師說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 嗯 那現在的年輕人就是會有自己的想法 想要我的家變成什麼樣子 其實這也是我們最想要的客人 嗯 我們很怕沒有感覺的人 嗯 很怕說沙發不是都長一樣嗎 那你們差異在哪裡 這種是我們比較擔心的 嗯 我們最喜歡的是因為你自己有想法 你有獨立思考能力 嗯 有自己生活的想像的客人 是我們最喜歡的 嗯 因為像你接觸過很多很多的家庭 很多很多的客人 有沒有讓你印象比較深刻的 印象比較深刻 沙發讓他的家庭感情更加的緊密 讓他夫妻失和得到了破鏡重圓 哈哈哈 是沒有這麼沒有沒有 這麼誇張的例子啊對不對 但是有說哦 因為哦換換了沙發 其實大家會更長的在客廳上 嗯 呃相聚相聚 不然現在很多可能 家庭大家就回家就回各自房間 嗯 比較少在客廳聚 真的耶 對我覺得這個沙發的功用 其實就是凝聚家裡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核心 哦那只是說我們一般人可能就是 對沙發感覺沒有這麼強烈 於是呢 回到家之後就各自回房 就是很可惜耶 對很可惜啊 哦 對所以應該有些客人也會跟你們回饋說 啊這個沙發對我們來講啊 這個他們在這裡可以多做一些家庭活動等等 對 應該也蠻多這種回饋的齁 有有有 嗯嗯嗯嗯 因為像你們這樣跟客人會接觸的非常緊密 對 哦 因為我們也是 你會聽聞很多客人發生的事情 呵呵 因為我們這產業比較特別 對 我們比較沒有 會過濾這種東西 對 因為一輩子也買不了幾桌 幾桌沙發 嗯 所以我們一直就是面對很多不同的 新客戶 是 那每一個家庭的 呃 狀況也很多 嗯 可能是因為換沙發 有些人是好不容易買一個家 對 對 有些人是我租房子租好久 我終於可以有自己的房子 所以 這也是這個產業好玩的地方 我覺得來我們這邊的客人 都是有一定的質量 嗯 然後 我覺得討論起來也是 都蠻有溫度的 嗯 對 不會是 就是一個水杯 就是他注重功能性而已 是 其實就是大家都是對自己的家 都有自己的想像 嗯 因為我覺得這個會讓客戶在跟你們 對話的時候 在討論自己需要什麼樣子的 手工沙發的時候 很重要的感覺 那你怎麼去讓你的呃 員工同仁啦 在跟客戶應對的時候 可以讓客戶感受到很多的溫暖 這部分應該你們教育訓那樣 然後做得很輕吧 沒錯 這就是呃就剛剛講的公司 呃品牌精神跟公司文化 嗯 所以我常常也是跟員工講 就是我們不是在賣衣足沙發 嗯 呃你不是就是在銷售這個產品 你應該是要為他的家 為他的客廳來做整體考量 你要站在他的領場思考 嗯 不是拼命的介紹一個產品 嗯 所以我也很常跟像我行進員工 我不要說教育訓練 我說光面試的時候 我就問說你喜歡跟客人聊天嗎 嗯 對我們很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跟客人聊天 是他他必須要很熱忱的 然後也很真心很希望 你可以擁有一個更溫暖的家 對對對 哇 嗯 所以現在的這種呃教育訓練 就是說你們的員工大部分年齡層 是大概幾歲啊 大概都30歲 30歲 也是有一丁的這個社會歷練了 對對對對對 嗯 OK好 所以這個方方面面啦 創業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為呃 這是一個服務業啊 服務業尤其台灣的服務業 他真的是服務的效能要非常的高 因為台灣人的要求要蠻高的齁 是 台灣服務業嗯 蠻辛苦的 對不對 然後就是很辛苦 但是就是說在這個領域當中 你可以成為這個佼佼者 或是呃別人把你呃 是為很主要的競爭對手 就表示說 你已經做出了很多的口碑 還有呃 不論是在職在量 還有在服務上面 都會給人家很好的一些回饋啦 那一般來說沙發 平常要怎麼樣保養啊 保養的話 看你是你有皮沙發 還是布沙發 那如果是皮沙發的話 皮沙發其實就是平常乾布 清潔就可以了 那布沙發的話是吸塵器 用吸塵器去吸 什麼材質都可以用吸塵器 對什麼材質都可以用吸塵器 不能用的就是酒精類 不能用酒精 對酒精是皮跟布都不太能用 對它是消毒 但是它並沒有那個抗污的效果 反而會傷了皮脂跟布脂 哦 對的 簡易保養是這樣子 那布沙發的話是因為 像以前他們呃 大家客戶來跳布沙發 都很常會說啊 這個會採洗啊 對不對 我們有些款式 當然是設計給自己採洗 但因為近幾年有那種洗沙發的廠商出現 哦 太棒了 拯救了我們 對它就不用再拆洗了 它是表面清洗 就是 但是它用特殊方式 特殊方式 對 你不用自己在那邊拆 自己在那邊裝 然後我們一般就建議客人就是你半年請他去幫你 維護清洗一下 其實 可以使用的很久 而且我們的內財又不太會壞 我們我們內財是保固五年 包含泡棉的部分 像很多說什麼保固十年然後怎麼用就保固 它還要分細項 哦 沒有沒有我泡棉只有一年 好我什麼東西只有只有多少 那我們是保固五年 那裡面的東西不太會壞 那你面料又維護得很好 其實一組沙發 使用的包吻十年都是很正常 使用很久了 對也有遇到客戶 他用個大概六七年 嗯 他他他也他也沒有沒有壞 他就想換個顏色 哦 那就找回來就找我們換布 哦 那裡面東西沒有換啊 所以也可以換布就對了 對對對 這很方便耶 也是有這種客人 就說他的這個 呃 呃 呃 他的樣樣式不變 但是他只是換他外面的 對 材質 是 哦 對對對 這種也蠻多 其實布換一個顏色 整個家的感覺都不一樣 對 完全不一樣 哦 OK 那如果說他家裡有這種小小朋友 他可能會在這個沙發上面 呃 吃東西啊 或者是 呃 這個 有有些東西會低來低去這種 你有建議他用什麼布料比較好嗎 這方面的話 嗯 還是 貓抓布 機能的貓抓布 會比較可以 我覺得貓抓布好像很好用耶 真的是蠻好用的 對 他可以處理到你很多的 突發狀況 甚至有些是連那種麥克筆啊 彩色筆 他也 太差掉 因為怕 他要用什麼處理啊 他如果 他就一般 弄到髒東西的話 一般的清水 肥皂水 加點洗碗精 就可以洗得掉了 就這樣 欸那他如果要讓他 晾乾的話 他要怎麼樣乾 可以用吹風機吹嗎 不能用吹風機吹 這很重要 就讓他自然引乾 自然引乾 或電扇吹可以嗎 電扇吹可以 但不能用熱風吹 對對對 會比較好一點 像我們那個洗沙發的場上去洗完其實也是他表面是有點濕潤 對 那我們也是就是讓他自然引乾 或是用點電風扇 讓他加速乾 讓他不要用吹風機吹 OK 那你們的這個貓抓布應該是近年來成長最最多的項目吧 對 也是消費者 消費者更能夠 接受 這種東西 對 因為以前可能大家 不太相信 或是覺得 欸怎麼會有 會有這種重的東西 怎麼貓會怕勒 對 講到重點 有些貓 可能會有點怕 他就 哎呀這怎麼滑滑的 連貓也沒有看過這種東西 哦 所以 貓就會遠離沙發 有些貓 但是 比較少啦 大部分還是都是會在沙發上 只是他不抓了 他不抓了 因為他覺得 沒辦法抓 沒辦法抓 或是 甚至有些貓啊 他其實沒有要抓 我說如果用一般養馬鋪沙發好了 他說沒有啊 我的貓 不太會抓沙發 沒關係 嗯 其實有時候貓沒有要抓 他只是走過去 其實就 其實就已經可能會上到沙發 真的 對對對 OK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於 家裡有養貓貓的 這個 廣大的朋友來說 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訊息 那當然 如果你家裡 想要換一套更有溫度的沙發的話 我覺得今天 我們也學到很多知識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當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 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 POP最正點 我們今天呢 真的對於沙發 已經有 蠻 多一層的認識了 我們一般都可能覺得 沙發不就是做的地方嗎 但事實上 它裡面也含有很多的藝術 還有很多的工藝 那我們最後要請教一下 Jush執行長 就是說 沙發工藝技術 永久流傳 你們是怎麼樣讓這種技術 可以繼續傳承下去 其實這個產業我覺得還是需要更多年輕人的參與 可能一般人會覺得 家具這個產業好像很老 其實也不一定是這樣子 那未來我們可能會希望透過一些產學合作的方式 讓一些年輕人了解我們沙發 台灣的沙發工藝 跟沙發產業 其實如果你學起來有一技之長的話 未來還是蠻有發展潛力 嗯嗯 好 那再來就是 你希望大家提到 赫里亞 手工沙發 都可以有什麼樣子的感受 感受的話 就像我們最新的slogan 就是靈魂沙發 我們希望我們赫里亞沙發 在你的家中 能讓你的客廳更有質感生活的靈魂 這就是我們希望 消費者想到我們的時候 可以感覺到的事情 是 靈魂伴侶 Soulmate Soulmate 你可以 跟另外一半爭吵 但是 你需要有一套有靈魂的沙發 沒錯 跟你相伴 欸這不錯耶 這不錯 哇 好 那因為今年已經要進入下半年了嘛 對於 赫里亞手工沙發來說 2023年的確就是一個 呃 這個 大噴發的一年了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們這一次 也有一個新的產品 它是 呃 床墊 手工床墊 手工床墊 但是 呃 主要的還是做手工沙發啦 是是沒錯 那 那像你們在這個 呃 行銷策略 或者說怎麼樣讓大眾更 更認識你們這個部分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行銷的話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們比較少 電商啊 直接網購 對 那我們還是以網路上讓大家更認識我們為主 嗯 那也常是跟一些 呃 介於藝人跟KOL之間的一些比較有品牌 呃 有曝光度的 嗯 的一些人我們去合作 希望讓大家更了解我們 嗯 對 不要 要不然好的東西 大家不認識 其實很可惜啊 真的很可惜 對啊 因為做品牌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為 你品牌要打響讓更多人知道 它是好東西 但是 呃 不知道就可惜了 但是如果讓更多人知道 其實通常你們應該這種口碑分享還蠻多的 哦 對 也蠻多的 介紹課也蠻多的 對 就說呃 他自己做得很好 然後就呃 這個分享給他的親朋好友 希望他也可以去 嘗試做一套自己 適合家裡的手工沙發 好 那就像剛才 呃 執行長所提到了 赫里亞他的 呃 這個精神啊 他的核心價值 就是說可以讓 呃 在家裡坐在沙發上啊 彼此都可以傳遞彼此的關心啊 好 溫暖愛 還有剛才有提到這個品牌基因 裡面就是自有工廠的基因 我覺得這個也是你們很重要的一個競爭力 是 呃可以讓呃 消費者他更安心 然後你們的 國際嚴選的素材 對 就是 就像剛才講貓抓布 對 很重要 很重要 包括裡面沙發都是包在裡面的東西 對 那為什麼呃 我們連裡面用的噴膠 嗯 或是你們看不到的沙發的底部 嗯 就連看不見的細節 我們都想要用好的東西給人家 嗯 那更不用說 把你們摸得到看得到的東西 沒錯 所以他有一定的品質啦 所以對於你們來說 如果要回購客的話 對 這個可能就真的要把他那個沙發給 給做壞 但不太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對 送人比較容易 然後自己買新的 哦 是 好 所以今天我們真的是 對於沙發哦 有更 呃 一層的認識啦 哦 然後對於創辦人哦 因為這個爸爸也是做沙發的哦 所以你就是耳濡目染之下 你自己創立的品牌 也希望這個十年磨一劍哦 接下來 下一個十年哦 對於赫莉亞手工沙發來說哦 又是個大噴發的一年哦 飛航祝福你們哦 今天非常謝謝 指引長啊 Josh胡宇俊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謝謝你哦 謝謝 謝謝 好 我們接下來鎖定下一小時的節目哦